菜頭菜去買高麗菜 最近又出現一粒10塊的情形 菜人雖然很難過 但是要吃高麗菜的消費者是相當的歡喜 大家都買很多高麗菜來品嘗 到時候有一間專門買高麗菜飯的小吃店 當年來在地方有一份的中式的顧客 無論高麗菜的介紹如何普通 老闆都是同意介紹提供高麗菜飯 高麗菜飯是大眾多能夠接受的 貴壽也是照常在賣 在做 不要說因為貴我就不煮 因為便宜我就煮 照常都是 鬼也煮 熟也煮 這樣子對客人有一種交代 現在高麗菜飯 說真的對這個胃腸幫助也是很好的一種 煮消化 也不能 還不冷 這間小吃店的高麗菜飯 雖然料理過程和配料都很簡單 但是口味又讓人很懷念 我這個高麗菜 如今大眾人很厚肉 第一就是用我的高麗菜 這基本的 土地賭場的高麗菜 酥軟又好吃 還有這個菜料 香酥 一點香料 共同的配分 素乳肉 素乳肉一起把它搭配這樣子 老闆 老闆 表示他們所使用的高麗菜 都是選用本人在地的產品 不然品質好 而且也符合環保的要求 高麗菜它的又大又軟酥的高麗菜 不能太硬 不能太硬 它的品質很好吃 很酥軟 因為這間小吃店的高麗菜飯 都是選用高品質的高麗菜 所以吃起來很清甜很可口 不然高麗菜雖然有但沒有火星 但是價值也很頑皮 民眾有興趣可以買高麗菜 炒高麗菜飯來品種 幫助農民消化農產品 記者以便為查詢報道